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打一场中国的足鞋杯 今天我想主场使用江苏苏宁对战客场来挑战的广州恒大 咱们开始 我一直都是使用恒大 但是今天咱们使用苏宁 看看效果怎么样 准备开始 等待赛前仪式结束 我是王涛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英俊潇洒帅气无敌 只比我丑那么一点点的苗困和我一同来解说 帅气的王涛老师你好 大家好 很高兴来到评论系 涛哥你别化妆了 别补妆了 没用 这俩人在这说香声 这马 不行 我习惯用广州恒大了 突然用苏宁也许不习惯 咱们试一试 黄伯文 一点都不像 好 咱们准备开始 苏宁开球 我呢 先从左向右攻 吉祥 李学鹏把球断掉 李学鹏当我是恒大时 他没那么猛啊 拉米雷斯 人行 人行居然上场 人行 看来这个数据没有更新啊 人行现在居然还在苏宁 机会 哇 没有了 哇 李学鹏 马丁内斯 这马 正龙 看看能否利用好这次机会 创业高拉特 哇 高拉特要小心他 好的 拉米雷斯 拉米雷斯的水平 比高拉特应该强啊 不过他们位置不一样 让拉米雷斯防高拉特的话 肯定可以防住 哇 这个球没有传过去啊 正龙 拉米雷斯 快追 追不上了 好的 能 打在门柱上 特写了 会吗 这个球要载入史册了 增程 我的数据应该还算新吧 不过可能中超的数据不是很新啊 我的数据应该是今年 十一月 十一月六日的数据 不过人行怎么还在苏宁呢 就在马丁内斯脚下 哇哇哇 这球不好啊 李学鹏 想法不错 可惜没能实现 马丁内斯 想要穿透房间 高拉特 不好 好的 故超 说高难度的部分啊 做得很好 偏偏射门没有打好 说高拉特是吧 拉米 无锡 不过现在队长好像是任航 因为任航还没有转会 我天 正龙 正龙 好的 插上 哇 漂亮的断球 否则形势相当危急 黄伯文 拉特 就在马丁内斯脚下 特谢拉 好的 特谢拉 稳住 无锡 没穿过去 将如何处理的 哇 这脚汤大了 好的 还是我的 哇 出界 没有抢到 特谢拉 有机会打反击 哇 又汤大了 怎么老汤大 漂亮的抢断 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 拉米雷斯 机会 哇 没祈祷脚 拉米雷斯的插上 真的及时啊 好的 张小斌 吉祥 拉米雷斯 选择了最直接的线路 广州 广州恒大 很难控制住皮球 传球 恒大第一场 主场和苏宁 踢个一比一啊 所以 恒大今年 我估计足协尾可能悬啊 好的 这马 背后护球 对手说 做得不错 你牛你来对我要 他的解说用的都是非常新的网络语啊 很新 郑龙 抢到他 保利尼奥 正志 吉祥 拉米 谁 高拉特犯规 好的 咱们打边啊 漂亮的脚下功夫 还有 啊 显情暂时解除 进入中场休息 上半场感觉一瞬间就过了 控球率52 48 还可以啊 好 马上进入下半场 宿宁真的不弱啊 主教练是翠龙珠 面临着防守的压力 球丢了 哇 这个球传小了 还不够合理啊 是 传小了 防线脑洞打开 哦不对 漏洞打开 犯规 居然没犯规 特歇拉摔倒啊 马丁内斯 马丁 是的 拼奖那一下 把他拉倒了 跑的 顾超 有点野心 不过操之过急了 李学鹏 漂亮的抢断 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 这下算是制造了一些麻烦 不过对手处理的很好 漂亮的折腾球 进来了 哇哦 广州红大的防守不错啊 就在高拉特脚下 一会儿高拉特 一会儿古拉特啊 没有队友啊 机会 OK 拉米雷斯吧 漂亮 咱们看一下这个球 拉米雷斯 这个位置 太棒了 这个位置跑的 一脚射箭 好 咱们再来啊 将局被打破 比分变成一比零 主教练在中场休息 比赛布置和鼓励 往往会给球员 带来很大的帮助 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苗坤说的不错 虽然王涛 老看不上人家 哇 这个球传的不好 绝盗 哈哈 哇 果然不是很果断啊 怎么算 哦 思路印 广州恒大 看起来要换人了 虞汉超 人行 人行 逼得很紧啊 OK 特谢拉 特谢拉 特谢拉一脚远射啊 咱们看一下 这才叫射门嘛 直飞死角 他本能的知道球该往哪里提 好的 二比零 拉米又来 向前狂奔 拉米雷斯 这叫射门距离进球只差了那么一点点 想打个圆脚啊 我拉米雷斯的实力很强 真的很强 前后都有他 拉米 吉祥 哇 这个球没有了 怎么我能往后传呢 还有 哇 差一点点 最后门将将球得到 马丁内斯 马丁内斯 球转移到了右侧 还有吗 没有了 球无人控制 争夺还在继续 哇 一个大脚啊 咱们再来 再来一球 他吹什么 我天呐 吹我犯规 跑到 他试图冲破防线 孤军奋战 哇 黄伯文吧 应该是 有一次漂亮的防守 有一次漂亮的防守 精准的分到边路 走了 打一脚 网文又打上 哪个球 高拉特 哇 高拉特传身后 这码单刀 堵住他 哇 太漂亮了 马丁内斯的进球 所剩时间不多 继继四座的进球 很漂亮 看一下 哇 这个球进得没说的 我的防守确实尽力了 从中场就失败了 咱们再来 走了 没有顶到 还有 哇 差一点点 一个脚球 机会 特谢拉 咱们不着急 不着急 好的 漂亮 苏宁一够 诶 我的胸前广告还是最新呢 不论你怎么围追堵截 他都照样进球 这不欺负人吗 这下摆脱防守进球的动作 就像一只泥球一样 后卫 不是四分钟 没有时间了 比赛结束了 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的他们 着实奉献了一场非常专业的表演 三对性的发起了猛攻 应该说 这也被对手拉响了警报 中路必须有所调整 说的不错 好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感谢苗坤的评论 再见 好吧 那这个视频呢 我也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今后呢 我还会更新 实况足球的视频 也希望您呢 能够支持观众我的小马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by bwd6